你怎麼了 怎麼樣 早餐好了是不是 早餐好了是不是 我不能怎麼睡在這裡了 這裡是哪裡啊 這是我們雞諾山寨啊 什麼 雞諾山寨 雞諾山寨 這裡是雞諾山 你怎麼今天睡在這裡 我不知道 我剛一陣陰穴之後 我就昏倒了 我覺得我好暈的 你這麼快啊 我帶你 我皮膚發黑了 我帶你去吃點東西好吧 補充一下體力 好 這邊好 好 包包 好 去找去面 等一下 給我 給我 幫我補充體力 就在我餓婚體力不吃的時候 有個頭目好心救了我 他說他是雞諾里維 不是啦 是雞諾族 也是中國最後的一隻少數民族 他說要帶我去找吃的 補充補充體力 而有到土裡的食物是非吃不可 就是大螃蟹 你是在開玩笑喔 土裡面怎麼會有螃蟹呢 難道你是暈得不成 這裡就有了 小螃蟹 你看 它有這種這個 有洞裡面的喔 對 那這個螃蟹多大 這個土出來以後 你看 那我這個先挖還是你先挖 我來吧 你先來一下 這好像有這種紅樹林 但是這又不是紅樹林 它只是山裡面的一個小水流 小水流而已 水流這邊呢 它居然就有螃蟹 對 我要幫你看 你有看到嗎 哇 這挺深的啊 這泥太黏了 太黏了齁 對啊 這裡有個洞 那個不是 那個馬屁 這裡 太小了 這個太小了 也是螃蟹啊 你看 這個小 欸 也是螃蟹啊 這對我來講 現在是最大的螃蟹了 在這鳥不成蛋的地方 怎麼會有大螃蟹咧 朋友說肯定會找給我看 因為基諾族的人 都會來這裡找螃蟹吃 好吧 既然它有它的用心跟堅持 我就看它會挖到 什麼樣的大螃蟹 所以在此呢 繼續往前挖 就這麼挖挖挖的 又是最始終 欸 我們又 我們又發現了另外一隻 這隻呢 人稱老二 因為它比第一隻還要小 有沒有 欸 南奔軒子 伯仲之間 老大跟老二 就是我們今天 在基諾族裡面要吃的午餐 有沒有咧 有了 真的嗎 對 老大 他是老大 目前是老大了 目前是老大了 他這會不會咬人啊 會 咬 咬 咬 他咬我了 他咬我了 這是老大 你看到沒有 這絕對是老大 欸這樣好像就有料了 咬到我了 咬到你了 咬到你了 那很停不開這幕 還好吧你 我還好 堅持下去 我的手好像不好了 真的嗎 真的 哎呀 債主 債主 你又抓到了 把四個腳都捏了 這樣子捏了 你看到沒有 各位觀眾 欸 堅持 成就的時刻就要到了 我們不斷地聽到我們的債主 嘴中喊出 哎呦 就代表那麼好險 他又被咬到了 節目多麼的真實 多麼的真實 還有嗎 太真實了 太真實了 你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三隻 三隻了 嘿嘿 頭目果然不知叫假的 直接玩起袖子 用人手當誘餌 完全不去怕蟹熬的東西 只要聽到他 哎呦 哎呦 就知道有螃蟹上鉤啦 但是他說 吃這樣的食物還是不夠的 必須去找其他的野味才行 怎麼可以啊 怎麼做的 啊 到底沒有 哎 這裡可以 這裡啊 有吃的啦 這裡是吃什麼 吃竹子 吃竹子嗎 說對了一半 說對了一半 那吃什麼 啊 竹筍 竹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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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竹人都是吃這個竹蟲的 你看 這棵裡面就有 這棵這個 這棵看起來 這棵怎麼分辨呢 它用葉子包的 而且是那個竹蟲 對 對 這樣就 竹節比較短的 有竹蟲吧 然後呢 有包葉子的 包葉子的話可能比較貴 一般我們雙芯的話 我 嘿 好 但是這個你確定有沒有 好不好 不過今年這個可能 已經晚了一些 晚了一些 可能都要變蝴蝶了 好 那我們可不可以吃那個呢 可以的 都可以吃的 吃吃來 來 來來來來 雞諾竹還真的什麼都敢吃 竟然現在要吃起竹蟲來了 而且頭目錯 這竹蟲 可不是一般白色的草腰狀 而是要即將成為蝴蝶的竹蟲 什麼 竹蟲變蝴蝶 這品種連它這輩子也很少見 堪稱昆蟲界的極品鮑魚 講到這裡我都興奮起來了 真想看看它的廬山正面目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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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去年的竹蟲 這是去年的 對 現在開始變 我可以抓嗎 可以的 我怎麼都不動了 這是很難整的 這要真的竹蟲 因為它已經要變蝴蝶了 是不是 對對對 這種蝴蝶 是一串的 哎呀 我真的是一串的耶 我不敢拿耶 你還拿 你還拿 真的 真的 它竟然是一串的 對 你看這個竹蟲 它已經有翅膀了 你看 真的耶 對 已經有翅膀了 這好像 這個好像那個 竹蟲裡面的那個鴨仔蛋 這個竹蟲 在我們這個 GINO山寨吧 現在目前 在市場上賣的也特別貴 也買不到 對 因為它 過了幾點就買不到了 這個是最清楚 最清楚 對 你就這樣直接吃啊 待會兒 這個可以這樣吃 但是 待會兒咱們 做什麼要吃 如果你現在餓的話 你現在不是餓了嗎 你可以吃就沒事 來 真的啊 鴨腿耶 這就是鴨腿 鴨腿 這裡 恐怖哦 這根本是異形生物嘛 這像是長在了廚師裡面的葡萄 沉穿了糾情在一起 頭目說 這可都是營養價值極高的竹蟲花 而且還是雞諾竹 逢年過節最佳的伴手禮 既然找到稀有品種 就要趁新鮮帶回去吃 不過 在等待的同時 突然間出現一位老大哥 他說要熱情款待我們吃下午茶 該不會又是什麼可怕的蟲蟲了吧 別過來啊 你為什麼還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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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讓他拿走 哎呀 啊好多啊 大哥你辛苦了 這裡發了 真的啊 這裡發了三次 大家要吃這個知道嗎 這有沒有毒啊 有 有 這有毒啊 你不要亂抓啊 這有事不亂抓的 再問你一下 大哥 你們平常都吃這個啊 經常吃啊 你們沒事去抓 抓這個事情 抓了 把它那個烤了 或者是 炸 炸出來 那不能不能生吃的啊 我跟你講 既然我來到雞諾煮 好不好 我就要跟你們一樣 入境水暑 好不好 你們吃蜘蛛 或吃素 這個蜘蛛 蜘蛛有兩種你看 蜘蛛有兩種 我知道吃蜘蛛有兩種啊 沒有 這裡有兩種 這裡有兩種 先給你試一個 你說生的嗎 沒有 抓蜘蛛 怎麼做 你給我料理啊 先用這個線 大哥在示範 你看 他把他的腳抓住之後 做他本身的蜘蛛絲 蜘蛛絲 然後呢 纏在一起 纏起來 纏在一起 哇 你真的是 你平常有在綁人齁 對不對 你結婚了沒 我 我 哇 這樣就綁好一隻耶 那我也來幫忙看 這樣子 然後把他纏住 你看你看 你把他的身子纏住 喔 身子不能纏住 對啊 身子跟腳要分開來 對 很多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很怕蜘蛛的 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應該都在尖叫連連 對不對 大哥我這樣做 有一點對了吧 可以 沒有 我這樣還可以啦 還可以 這這樣可以 啊 哈哈 你怎麼會綁那麼快啊 做三圈 由三圈到這身體快圈圈 啊 怎麼連蜘蛛都吃啊 而且還是用自己的蜘蛛絲來板綁 過程雖然殘忍 不過這可是激諾出當地的飲食文化 早年呢 因為生活困苦 在山裡沒有東西吃 所以樹上爬的地上層 水裡游的通通抓起來吃 而炭靠蜘蛛呢 就是他們自古以來不變的吃拔 在裡面這樣燒了 反正遇到爆火炭上面 他就跑不掉了 對 他就已經燙到了 因為蜘蛛他只是腿很細 可是那邊的溫度太高了 太高了 那火炭一弄呢 他整個這個 你們有吃腳嗎 嗯 這個腳可以不吃 也可以吃 都是吃他的身體 對 他的肉裡面開始冒泡了 對 他發黃的時候就熟了 你有沒有算過你 出生到現在你吃過幾隻蜘蛛 這個 說不清 說不清啊 你有嘗試過嗎 我們以前的話 你一天就可以抓到幾千個 你就吃啊 對 然後做成一碗 這麼大的一碗 嗯 他們就 可以吃了 看什麼 這個可以吃吧 這個可以吃 真的 真的 我覺得你今天特別辛苦 大致的給你 對啊 這個大致就必須給你吃 嗯 嗯 是有一股味道 但是不是臭的 我吃囉 吃吧 再用鹽蘸一下 用鹽蘸一下 你講究了 對 再用鹽蘸一下 切腳 你去舔一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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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給吧 對 哈哈 哈哈 啊 你看這裡已經寫不到說的也是 就說嘛 反正要講 人生短短再世幾十年 能夠有機會多嘗試一些 變成這意思文化 是一些非常辛苦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幸福 都交給機會的人 來 老婆軒來啦 這什麼給你 好吃嗎 好吃嗎 還不錯啦 我跟你講你要沾鹽巴 但你先舔一點它 不然沒有水分 它沾不上去 你先舔一點 然後再沾一點鹽巴 可以吃了 吃下去你要咬啊 你不能吞啊 我有咬 有咬嗎 嗯 那你覺得我們是不是要給那個拿泡 我幫他拿泡 居然 有這麼多的這個年輕的人 年輕人 這麼有一個 這麼有一個志向 就是說要來參與我們這個節目的錄製啊 到 想要到我們的幕後工作啊 我讓他們知道說其實 跟我們出來呢 就是 酸甜苦辣什麼都有 吃啊 吃啊 吃一吃 欸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韜君毅 然後咧 然後咧 然後是大世界的新興生 你最喜歡的節目是 對 改天一定 你最喜歡吃的東西是 蜘蛛 蜘蛛 太好了 我竟然把彩色的蜘蛛給吃了 而且吃完之後呢 喉嚨還有點給它不舒服 頭目說 蜘蛛的吃法 除了炭烤之外 還會用芭蕉葉包燒 當下韭菜 不過 他們不是所有的蜘蛛都吃喔 肚子圓圓 帶毛的肥蜘蛛不吃 土白色蜘蛛網的有毒品種 也不能吃 而在吃完恐怖的蜘蛛大餐之後呢 滿心期待的螃蟹大餐 也要上桌啦 老爺爺講說這個厲害齁 對 特別是這個竹蟲 竹蟲 這個 因為太難得了 太難得了 因為它已經要 變蝴蝶了 變成蝴蝶了 來 吃吧 它好像很香耶 很多人一輩子吃不出來 對啊 對啊 因為你趕不上這個時候 真的 這種倒是沒有吃過 因為你看喔 它快變蝴蝶的之前呢 它會變成這樣炸起來之後 整個中間會有 一個蛋白質 應該都是蛋白質 對 對 對不對 火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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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虛是什麼意思 螃蟹 我以為火虛是好吃耶 不是 剛才咱們挖了幾個 這個是最好吃的 它有品種不一樣 它這個 對 不一樣的 這個的話就比較薄 就比較肥的那種 比較肥 你看 你看 蟹膏耶 你看 你那個也沒有 我這個沒有耶 你看看 而且 這個不是挖 我這邊這隻有蟹膏耶 對 我就把它吃囉 這需不需要旁邊那個肺 什麼要把它切掉 不用不用不用 這個不用 你不要大 你如果覺得大的話 可以讚你 來 不錯耶 可以吧 OK的耶 我們來吃 我們來吃大蟹 我們來吃 拿開來 你從那邊拔 我從這邊拔 欸 中獎了 中獎了 我這個也有 這個更厲害了 哇 這個厲害了 這個太厲害了 沒關係啦 來吧 不要這樣子 我們吃這個就好 因為我膽固醇過高 好了 好 謝謝 好熱度在這裡 我這個人真的是很調皮耶 我們這還可以吃點 對 至少吃得到你剩下的多高 這個 就是精華吧 你吃房間不就吃這個嗎 對 對不對 這個我絕對不要沾眼巴直接吃 齁齁 這看不齊眼的小土蟹 竟然有如此豹多的血膏 哈哈 真是很薄的啦 而且從頭目外型看來 他們似乎什麼都吃 疑問之下 他們連螞蟻 蟒蟲 甚至於蟑螂都不放過 而就在我們一邊吃的螃蟹大餐 這時 屠方突然間穿著燒焦味 難道是回小廚嗎 趕快再去瞧瞧 我們現在就看到他一直在燒一個東西 然後一直把它汙起來 但是這個在幹嘛呢 把這個 把這個吃到牙齒 沒有 擦牙齒 擦牙齒 看到他一直在燒一個東西 然後一直把它汙起來 但是這個在幹嘛呢 把這個 把這個吃到牙齒 沒有 擦牙齒 擦牙齒 那不就黑了嗎 那不就黑了嗎 黑了就好了 那不要就擦 為什麼牙齒 牙齒不是檸檬好奇 應該是講白色的 第一 你看我的牙 他保護牙齒 對啊 保護牙齒又一個美 那我可以看一下你的牙齒嗎 哎呀 好漢啊 很帥啊 帥哥來的 他是直接這樣擦 還是把牙齒拿下來還擦 真的啊 那這擦了之後起不掉嗎 時間擦就洗不掉了 他們這個洗不掉了 這洗不掉了 你擦一兩次可以的 沒事的 那他們真的不會 那他們真的不會長一些 那個牙周病啊 或是說蛀牙 對啊 他現在就因為保護牙齒 現在已經八十多歲了 爺爺 你還可以咬硬的東西嗎 可以耶 雞筒什麼都可以 像螃蟹殼呢 可以嗎 可以 他們的牙齒很好的 那真不得了耶 對啊 哇 那如果說家裡面 如果說出門之後 沒有帶鑰匙 忘了開鎖的話 他也可以把鎖給咬掉 對 這就跟你說對了 太厲害了 猶如是這個油牙剪 現在有啤酒嘛 他們喝啤酒 他們朋友不用什麼 就用啤酒 你啤酒也可以這樣開啊 啤酒 啤酒 有啤酒 開會開你啊 會開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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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簡直是牙齒塗駁油的行為嘛 這件老啤酒用木材燒出的黑炭 瘋狂的用手不斷的塗抹在牙齒上 動作就跟刷牙一樣 讓整排的牙齒呢 黑到一個發亮 而且呢 大坡六七十年以來呢 沒有蛀牙也沒有牙周病 牙齒還像大鋼牙般的堅硬 更是基諾族的頭號 黑牙帥哥喔 他剛剛這樣子抹的時候不會燙 應該會燙吧 對啊 不過他們習慣了可能 對啊 你剛剛不會燙嗎 你這樣抹的時候不會燙嗎 不燙不燙 不燙 可以擦吧 可以擦 你也可以擦 不燙啊 可以 很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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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吧 可以擦吧 很奇怪 這樣出現 覺得被石頭的女孩追了 還帥 帥啊 帥喔 好悶喔 怎麼那麼悶的主持人 好辣 大家好 大家好小馬 還不夠啊 還不夠啊 老爺也差了 我覺得我們不要比長輩帥 我們就讓他帥好不好 沒有沒有 因為我已經聞到一股味 對那肯定啦 有五味 對啊有五味 而且會遮 會遮 對 不舒服 對 好辣呀 真的怎麼怪木頭 怎麼可以燒出 這麼難受的味道呢 辛辣的黑油 就像是個針刺一樣 在我的口香裡遮個不停 而且老伯伯已經忍受了大半輩子 真的是有愛漂亮東西 而頭目說 在深山裡也有一個 世界平定